黄中的变态出众来了 一个末世加上一个无尽 破小加红叉 最后再加上一个破军 可是我们的黄中武功就达到了956点 攻速更是达到了17% 爆炮攻速200% 暴击率70% 伤害2000到3000架 好的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黄中的实战效果怎么样 没有人上我们就选择一个射手暴击戏血 增加我们黄中的续航能力 此时我们的黄中已经跑到了防御塔的后面 遇见了刚刚回来的芈月 阿克此时也得过来抓人 我们顺势开启大招 坐着不动与他们硬杠 阿克被我们的大炮轰回了街 而我们的黄中依旧没有停歇 又拿下了刚刚复活的芈月 此时中端传送了过来 一技能把我击退 而我已经把他打残 想跑最后再给他拿一炮三连绝杀 前期刚刚开局 我们就已经拿了一个4-0 简直不要太爽 三分钟我们的黄中就摧毁了对面的伊塔 此时对方的芈月又跑了过来 侧面还来了一个阿克 我们再次开启大招 起炮又把阿克送回了街 芈月开启大招躲避我的伤害 等他大招过完 我再给他一发炮弹 让他变成了87禁闭 接下来我们的黄中就想去拿对面的红buff 遇见了刚刚过来的牛魔 他开启一技能把我们的黄中顶飞 我们的黄中落地之后 对他又是一阵乱炮 让他坐着飞机直接回家 后来射手也在此时赶到 和我们的黄中玩起了对A 射手自然也自然倒在了地上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 把这个红buff给他拿了 就在此时对面的阿克又匆匆的赶来 我一个手榴弹没有瞭转 没有关系 再给他两炮轰到他残血 他开启了大招 但是他又现身了 那我只能送他回家 芈月又用二技能连上了我 并且开启了大招 直接跑到了天霄云外 我一技能一开追上了他 让他变成了52金币 此时对面的钟单又来送热了 看见了我他直接跑 但他跑不掉了 我们又一次的三连绝尚 时间来到五分钟 我们摧毁对面的二塔 上路的芈月又一次赶了过来 不过这一次他带的是牛魔 牛魔开启大招 被我放的张飞推走 牛魔回头就跑 我扛着塔追了上去 让他坐着飞机回家 此时的我刚刚出道无忌 才第二件大装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对面的高地 看见了对面的钟单在墙里晃游 给他一炮他残血 再给他一炮 我们又天下无双了 回头再次赶往上路 两炮又拿下了芈月 不经意间 我的炮又一次轰向了敌人街 又一个三连绝尚 此时的比赛 刚刚进入五分钟三十二秒 我就已经拿到了十六个人头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各位观众老爷点个赞 最好是强烈点赞的那种哟 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对面的高地 牛魔再一次的出来阻拦 但是他还没有跑到我们面前 我们的炮火已经把他送回了家 随后芈月也赶了过来 我们的黄中给他打两炮 让他化成了十七金币 我的天哪十七金币 随后我们的黄中做炮 开始嚣张 对面却无一人赶过来 现在的时间六分十秒 中路的高地塔告破 我们的黄中踩着鲁班七号的尸体 攻向了对面的高地 携同我们的远古飞龙 引诱对面的人员出来守塔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面的牛魔 他一过来就开启了一个大招 我们躲过大招 单手一炮 天下无双 阿克来了 给他两炮 让他变成一百四十金币 回头我们扛着他追了上去 芈月又一次的让我们 从家门口送回了家 随后中单女王还在不断的挑衅我 我一怒之下 扛着塔 冲击起了对面的敌人杰 他还不知天高地厚 和我队A 我们再次退回这个角落 此时我们的兵线也已经赶到 这局比赛可以说是大局一定 此时的时间还没有过七分钟 我们的战绩就已经来到了23-0 可以见得这一套出装 真心的很强 推荐给大家试一试 好了 我是豆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